今年4月的时候,中国女卒在亚洲杯提前出现,成为第一支出动道主进入2019年法国女卒世界杯的球队。 女卒作为世界杯的常客,更是在1999年过的世界杯二军,但就是这样一支有着辉煌战技的女卒球队,挺起世界杯的热度还赶不上男卒白战技的调侃,还是在中国最权威的相关媒体报道后,才逐渐被众人所知。 可见男女卒的差距之大,不仅在知名度上有差异,薪资待遇上更是天差地别,时常被大家调侃的男卒,其中一个点就是薪资问题,男足球员开豪车住豪宅,而女足球员却拿着几千块钱的月薪接难度日。 从赞助层面上来看,如超男足球队的赞助费,一年高达几十亿元,而整个女足球队却只能拿到千万级别的赞助费,并且有的女足球队,甚至都没有赞助商,连球员的工资八棒都成问题。 好在这一问题,被马云开始重视,同样是八月,去年蚂蚁金服对穷中女足进行了赞助,基本上承拨了球队所有的开销,近日蚂蚁金服宣布对CUFA女足比赛进行赞助,不管赞助的金额是多少,至少马云输手都不会太扣。 更重要的是,这是对中国女足的一种精神上的鼓舞,让她们知道了至少还有人愿意赞助她们,让她们知道至少还有人愿意看她们比赛为她们加油,希望她们能在下届世界杯提出凹人的成绩,让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女足,希望社会各界有更多的人关注和支持中国女足,她们不会让你失望。